接着到今年的9月底 广州志愿者的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110万人 这个志愿者的种类也很多 有赛事的志愿者 还有我们的城市志愿者 及礼仪志愿者等等 如果说赛会的志愿者没有选中的话 他们就会到这个城市志愿者来报名 来争取 每一个广州的市民 还有全国的志愿者 都希望能够成功 成为亚运的一员 加入到他们亚运志愿者的服务当中 现在呢 我们到的地方是这个志愿者服务站 里边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工作 正在做些什么 一起去揭秘一下 哈喽 可以进来吗 可以的 一起来看 在这个志愿者的服务亭里面呢 有我们广州亚运会场馆 还有一个志愿者的标识图 叫志愿彩的一个发布活动 那这边呢就有几个志愿者 他们在紧张的工作 看来我们镜头来有点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 没关系 你看这里呢 还有我们志愿者站的管理办法 非常的详细 那作为这个亚运的志愿者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自豪 还有这个有没有在法 给你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呢 当然会有啦 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广州的市民嘛 亚运能在我们广州举行 是我们广州市民 现在很荣幸的事 然后可能我们没办法 作为运动员亲身参与之中 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名志愿者 为大家服务 我觉得这样一种 亲身去经历我们的亚运 感觉真的是很棒 你好 是吧 是是是 谢谢谢谢 你好像给大家画了一个 上下酒的这种城市地图 对对对 你可以给我看一看吗 可以 这个是我们上下酒的一个购物信息地图 大家可以比较方便的找到上下酒 一些比较重要的购物信息的地点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立湾广场 这个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谢谢谢谢 我们再来看看别的 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东西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像特色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留言板 留言簿 然后我们经过的市民 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这里 起下他们的祝福 这个文字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中东那边的 中东的留言 对它的意思就是祝福亚运 希望亚运在广州能够举办成功 对 这个还有我们的韩国 韩国人写的 对 韩国的一位朋友给我们写的 亚运会的志愿者呢 种类非常的多 除了我们知道的赛会志愿者 还有什么礼仪志愿者之外呢 还有服务于志愿者的志愿者 你是来自哪儿的志愿者呢 我是来韩国 韩国来广州做志愿者是吧 对 那你在这儿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做志愿者的工作 交流 我不会韩语 四个月 旁边有首饰四个月 那你喜欢广州吗 我喜欢广州 喜欢广州 那专门来为什么会想着来当志愿者呢 我是为亚运 我也想为亚运 负现一份力量 谢谢 那有没有什么 就是比方说 遇到了韩国的来宾 你就可以跟他们韩语交流了 现在中文怎么样 太好 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 谢谢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